中央社台北28日电,世界卫生组织,WHO,高级顾问莫爱沃德接受香港电台记者视讯访问,被问到世卫是否重新考虑接纳台湾时,他一度显然装作没听见,接触一次阶段视讯。 重新接通后,记者再提问台湾,爱沃德顾左右而言他,称赞中国防疫做得很好。 世界卫生组织2月中旬派国际专家,前往中国了解2019冠状病毒疾病,COVID-19,武汉肺炎,疫情,率领专家小组的爱沃德,Bruce Edwards,在北京记者会表示,中国的防疫隔离,事实证明成功,他想对武汉人说全世界都欠你们。 他甚至表示,自己若感染武汉肺炎,会希望在中国治疗。 加拿大籍的爱沃德接到香港电台RTHK,记者唐若运视讯访问,唐若运问道,世卫是否会重新考虑台湾的汇集问题。 爱沃德眉头皱了一下,过了几秒后都没有回答。 唐若运记住在对爱沃德说哈罗,想看他是否有听见。 爱沃德回说,抱歉,没有听到你的问题。 唐若运记住说,让我重复一下,但爱沃德马上抢话说,没关系,问别的问题吧。 唐若运还是不放弃追问,我及时想问跟台湾有关的议题。 就在此时,两人的视讯对话断线了。 重新接通后唐若运问道,我想请